警方在路上巡邏時 突然看到一名男童身邊 竟然沒有大人陪同 獨自一人走在街頭 擔心可能會發生危險 當下立刻上前關心 弟弟你住哪裡啊 你都說住在哪裡喔 不是啦都不是啦都問過了 都問過了都不是 弟弟你叫什麼名字 弟弟你今年幾歲了 只不過男童年紀太小 講不出自己的家究竟在哪裡 桃園警方10號執行巡邏勤 中午11點多時 在龜山欣欣街 發現一名兩歲男童 自己一個人走在路上 警方認為不太尋常 上前關心後 就打電話問里長 附近有沒有民眾 反映家裡小孩走失 在京社區通報網絡 聯絡到男童家人及幼兒園 而是男童家住附近 因剛上學不適 而自行走路回家 原來這名男童 可能剛上學不習慣 從幼兒園偷溜 想回家找阿公阿嬤 而園長見到通知後 急忙來接人 我們就在找他 然後他就從自己開門 就跑出來了 這名男童還很聰明 自己開鎖開門 而且還養成良好習慣 開門後會隨手關門 導致幼兒園老師 一度不知道 人已經跑出去了 不斷在校內找人 幸好警方即時發現 協助男童回到幼兒園 結束了一場驚魂祭 體驗新聞 林志瑞調子犯 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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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